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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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到这里来也看到了这里的生态 这里的民宿 农业 作物 这个季节在特色我们都进行了组织拍摄 效果很好 我们将利用我们拍摄创作图片 展示我们凤辛的生态美 凤辛的人文美 凤辛养山平均海拔500米 森林覆盖率约79.3% 拥有近8万亩毛竹林 约1094亩水域面积 夏季平均气温仅26度 近年来 当地依托养山香完整的山地村庄体系 特有的湖泊 加竹林 加梯田 加古树 加飞铺 加西流 加民居景观 打造了以乡村梯田音乐公园 避暑民宿公园 休闲体育公园 冰湖度假公园 文化养生公园 于一体的文旅项目 养山乡村公园 养山国家乡村公园 自建设以来 其实从原来的这种山野 农村 然后发展成现在呢 我们以露营为龙头的牵引 同时呢 保留我们原来的养天侠漂流 包括我们的民宿 田园综合体 以及我们九公里的长环湖步道 为组合的液态 等这些液态全部建成完成后呢 将会形成一个大的 山的全域旅游 将我们奉心的旅游名片 打响至华中片区 甚至全国 据了解 此次摄影大赛 将评选出100幅加作 总奖金10万元 从现在起到12月31号 广大摄影爱好者 将作品发送至江西省 旅游摄影协会 秘书处的邮箱即可参与 最终获奖作品 将于明年1月公布 8月8日是我国第14个全民健身日 2022第六届全国少年攀岩锦标赛 继2022全国青少年U系列攀岩联赛 江西全南站在赣州全南攀岩小镇火热开赛 来自全国1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67支代表队的300多名运动员 在飞岩走壁间展现攀岩运动的力量与刺激 随着一声令下 运动员们飞快地跃上岩壁 只见他们双手交替紧抓支点击力 在岩壁上动如脱兔 很快就爬上了岩壁顶端 一掌拍在终点上 跟我多参加比赛吧 然后获取大赛经验 然后可以更加熟练的比赛 加油 总体不错 总体不错 因为天气也比较炎热 对运动员考验可能也比较大 当然大家目前表现都还不错 如果来参加比赛肯定就要冲击奖牌嘛 作为世界攀岩冠军终其新的家乡 近年来全南县高度重视攀岩运动发展 高标准建设能够承接大型赛事的攀岩小镇 同时还建设了三个校园攀岩基地 目前全县有24名教师 获得国家职业资格攀岩初级社会指导员证书 组建了160余人的县青少年攀岩队 并在县城中小学校常态化开展攀岩进课堂和训练活动 本次比赛是全南县举办的首场全国性攀岩赛事 推动了全南攀岩品牌建设和体育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 据了解本次大赛维基三天设有难度赛 潘石赛速度赛和全能赛四个项目 在过去几年里边我们在这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经验 那么只要给他们更多的机会有很好的训练 然后给他们比较多的比赛的这样一种锻炼 那么一定能够在这个群体里边不断地发现 我们需要的这个后别人产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文旅资讯快报 近日2022新鱼文旅肖夏季活动启动仪式 在新鱼市与水区梁山镇夏宝村举行 据介绍此次肖夏季活动主要包括 2022夏宝缤纷夏日狂欢季 宽西小镇浪漫一下 原来仙女湖湖盘音乐趴 凯凯光光乐园灯光艺术秀 欢乐大世界水路乐园随你嗨 中国动都七夕纳凉电影节 2022前阳 袁梦园 星空露营 赵鹏节等七项活动 受持续高温情热天气影响 连日来我国最大的淡水湖 鄱阳湖 水位继续以每天20公分左右的速度快速下降 原来宽阔的湖面上 裸露着大片黄色滩涂 航道变得狭窄 届时8月6号上午8时 鄱阳湖各重要站点水位均失守12米关口 标志着今年的鄱阳湖正式进入枯水区 随着水位的下降 鄱阳湖大面积的贪图裸露在外 丰富的食物链吸引了候鸟详距 千年石岛落青墩重现天日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收看本节目更多内容 你还可以下载金视频APP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